从8月22日的单日票房来看,剧齿沙这部合谈片,从8月21日在单日票房上战胜一出好戏,之后再一次的延续了之前的优势,夺得了单日票房的宝座,目前剧齿沙上瘾了12天,而如今的单日票房是3397万。 比起一出好戏的3163万来说要高出200多万,看得出如今剧齿沙的优势也是逐渐展开,其实从剧齿沙和一出好戏,两部电影的上作率就大概能够看得出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剧齿沙将会占据优势。 当然就总票房而言剧齿沙,完全是没有希望运势干超的,毕竟两部电影的单日票房差距并不是很大,而目前一出好戏的总票房已经达到了11.83亿,估计最终就算无法破15亿,但是13亿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而剧齿沙,如今的总票房才8.75亿,估计最终最多破10亿,你们接下来毕竟又有着5部以上的新片将要上映。 其实说起电影一出好戏当中,除了黄渤王宝强合体主演之外,原本的喜剧铁三角的另一个主角时代,也是出现在这部影片当中。 当然徐征仅仅是出现在一出好戏,电影的最后彩蛋当中,但是仅仅只是几句话却也是很惊艳。 其实纵观这个楚七道,徐征仅仅是一个真正的大赢家,因为在这之前有一部《我不是要神》的电影上映了,《我不是要神》这部影片是7月5日正式上映的。 自从上映以来可以说是横扫了同当期的所有电影,在《我不是要神》之前有这一部口碑,同样还不错,的丽一峰主演的《动物世界》上映。 可惜自从《我不是要神》点映之后这部影片的票房就是直线下降,到后来被更是被压制的抬不起头,后来将完自导自演,还有着彭于晏、廖凡、许晴等这名明星参演的鞋部压照上映了,但是也仅仅只是首预当天勉强支撑着,之后又是被《我不是要神》全面压制。 所以说其实《我不是要神》上映以来,前半个月基本都是属于《我不是要神》的天下,最终这部电影比较轻松的破30亿票房,成为国产电影中第五部破30亿的电影。 到了8月21日,已经是《我不是要神》上映的第48亿天,而电影的总票房也是达到了30.96亿,但是从8月21日的单日票房来看,《我不是要神》的单日票房,已经是跌倒了18万。 而目前总票房距离31亿还有着大概400亿的票房差距,但是就以如今的成绩而言,想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突破31亿,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了。 不过好在不管我不是要神,最终,是否能够破31亿其实,都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毕竟目前能够破30亿票房的也就是那么几部,而且这部电影造成的影响也已经很大,对于众多的投资方来说,也是早已经大赚一笔,只能说这部影片对于整个国产电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就像当初的《债狼2》一样。 打来的照片 打来自森 打来自森 打来自大型 用盒